范贤盯着太后那张半边肿起来的脸 轻声说道 放人 住手 我不想再重复第二遍 太后气得浑身发抖 但心内也感受到了一丝来自地底最深处的寒冷 她知道 自己终究还是低估了这个不幸理的孙子 低估了对方的冷酷与强悍的心神 她感觉到脖子上的剑又紧了一分 也许只是过了一瞬间 也许过了许久 太后的眼神终于变得有些落寞 开口说道 依她意思做 太后亲自喊 声音大些 范贤说道 太后愤怒地盯着范贤 迫不得已 用苍老的声音对殿外喊道 是为听令 统统助手 不知为何 太后旨意一出 店内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也许是范贤的表现 让这些人太过害怕 生怕目睹一场孙杀奶 沉杀太后的可不场景 只有扼住三皇子咽喉的侯公公 微微皱眉 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看来侯公公很想你死 范贤对太后冷漠说道 太后看了侯公公一眼 那四名老太 肩皱着眉头 往侯公公处挪了一步 侯公公叹了口气 松开了自己的手掌 三皇子经不未定 下午被刺客捅出的伤口 又开始出血 她赶紧扶着母亲 和宁财人三人 惊慌失措地 跑到了范贤的身后 太后旨意一出 围绕着寒光殿的厮杀声顿时 消失无踪 很明显 跟随范贤入宫的剑手 也早得了指示 只要侍卫不再动手 他们也没有趁机进行反击 寒光殿所有的大幕门 在同一时间内被人推开 质压声中 整座宫殿变得通透无比 殿内的人可以清楚地看见 殿外紧张的局势 看见那些手持直刀 包围住寒光殿的侍卫 还有殿外空地 上扶着的无数死尸 殿外的初秋夜风 也吹了进来 良意深重 却让人不得清静 因为随着这阵风 那些鲜血的味道 也随之而入殿内 直冲众人鼻端 数十名全身黑衣的六处剑手 以最快的速度 撤入寒光殿内 将殿中的太监们包围起来 几名内庭厉害的老太监 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憋屈的事实 被监察院特制的铁纸扣扣了起来 太后在范贤手中 范贤已经证明了他敢杀太后 在此情况下 这些内庭高手哪里敢反抗 就算是侯公公这种想反抗的人 迫于大势 也无法有太多多余的动作 范贤看着自己这些满身带着伤口的下属 眉头再次跳动了下 眼光一扫 便知道 在寒光殿外的阻击站 虽然时间极短 但依然有十几名忠心耿耿的下属 就此归天 突进皇宫 要想不死人 是不可能的 能够只付出这样小的代价 便暂时控制住了寒光殿 已经等弱势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范贤垂着眼帘 对剑下的太后说道 你知道 我不会杀你 如果我只是要杀你 有无数种方法 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太后一阵巨壳 捧着胸口 脖梗在范贤的剑下擦出了一丝血痕 看着这一幕 那些忠心于太后的太监宫女面 露金黄之色 想上前服侍 却也不敢动弹 太后转过头来 用一种怨毒的眼神盯着范贤 你和你母亲一样 狼子野心 哀家倒要看看 你能窝在这皇宫里做什么 是的 就算范贤此时捉住了太后 控制住了皇宫 可是接下来他应该会怎样做呢 所有人包括那些黑衣剑手都盯着他 等待着他下一步的命令 范贤在等待皇宫里 另外三个小组传来的消息 也在等着皇城外的动静 他知道成功还没有完全到来 一旦室友不邪 自己这些人便会功败垂成 但在等待的过程中 他并没有闲着 他冷冷地看了被剑手们包围着的侯公公一眼 侯公公心头一颤 暗中运起了真气 范贤点了点头 侯公公大惊失色 双袖一番便准备搏杀 不料他抬起眼帘 却看见了十来只闪着有黑光芒的小弩 对着自己 范贤带入宫来的二百人 因为怕惊动宫外敌人的缘故 在伪装上下了极大的功夫 无法人人携弩 只是跟着他的这数十人中携带了石柄暗弩 而这些暗弩此时正直直对着侯公公 侯公公抱贺一声 身形突起 奈何 只是拔高了一尺 他整个人便变成了刺猬 十只弩箭深深地扎进了他的身体 从他的身体里面不停稀释着鲜血 啪的一声 侯公公摔倒在地 抽搐两下 睁着不甘闭上的双眼 就此死去 范贤冷漠地看着这一幕 虽然他并不知道侯公公是长公主的心腹 但直觉以及先前的那一幕让他有所警惕 所以才会与此时突然发难 令属下将侯公公突兀射死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范贤不但于杀人 宁肯杀错 不能杀漏 侯公公的死 惊得殿内一片精华 处处平定了些的局势又有些乱 而围在殿外的侍卫们也紧张了起来 朝着寒光殿的方向逼近了几步 范贤却没有乱 他缓缓取下太后脖子上的剑 目光扫服了场间一遍 但凡他目光所及之处 无人敢直视 竟接低头 他就在太后的身边坐了下来 低头运气 寧听着皇宫里各处的嘈杂之声 清楚那三个小组也一定遭遇到了很强大的抵抗 好在自己突进寒光殿 吸引了后宫里最多的太监高手和大部分的侍卫力量 金戈他们那三方应该会轻松少许 寒光殿里一片安静 范贤与太后就这样并排坐在床上 这对祖孙身上都染着他人的鲜血 冰冷着自己的心情 如此祖孙平静临坐场景 令读者无不心寒 殿外的侍卫没有缴械 范贤没有多余的人去进行这个要紧的事物 所有的黑衣剑手都已经回到了殿内 他不想让此时的局势再有任何变化 大内侍卫的问题 应该是稍后大皇子解决掉皇城进军的问题后 交由他处理 他只是等待着 他相信自己的属下以及黑旗的实力 没有等待多久 殿外的大内侍卫们忽然生出一些操乱 似乎在阵营后方出现了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情 范贤没有起身 对身边的太后说道 让他们让开条道路来 太后花白的头发垂在燃血的脸颊边 而没有燃血的半片脸颊已经被范贤那记重重的耳光打得肿了起来 看着异常凄凉 听着范贤的话 他用有些无神的双眼看了外面一眼 点了点头 侍卫班值头目看着店内的局势 一咬牙将包围圈撤出一道口子 十余名黑衣刺客 携着一位衣衫不整的妃子走入了寒光殿 范贤看着人数 心里咯噔一声 知道这一祖死的人更多 待看见那名妃子清丽美容中的那丝七皇后 不禁心头微动 来者是淑贵妃 二皇子的亲生母亲 自从太后明指太子继位 二皇子臣服后 太后便将太子与皇后 长公主 淑贵妃遣回各自宫中居住 而只在寒光殿内留下了一柜瓶母子和宁才人 范贤望着书贵妃温和一笑 拍拍自己身边的软床 说道 娘娘 请坐这边 书贵妃自幼好诗书 心性清淡 往常在宫中与范贤的关系还算良好 并未因二皇子的事情生出太多嫌隙 自身也是个明哲保身的沉默人 范贤对她也没有太多恶感 只是今夜突公 她却是自己必须要控制住的人 书贵妃今夜被刺客抢掳 本以为必死 却也猜到了 是谁行下的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此时看着范贤那张脸 忍不住一阵恐惧涌上心头 连先前想好的怒骂之词 也说不出口 她看着太后那般狼狈模样 更是心寒 只得畏缩着一言 坐在了范贤的身边 先抓到的是书贵妃 这是范贤意料中事 东宫和广信宫的防守 仅次于寒光殿 也是要害之地 自己的属下 没有这么快能够得手 所以当她看见 戴着迎面具的金哥 一脸沉默地 领着属下踏入寒光殿时 她的心头一沉 知道事情有麻烦了 事情果然很麻烦 金哥低下头 在范贤的耳边 说了几句什么 范贤的脸色越来越沉重 梅宇间仿若压上了数千斤重的巨石 难以舒展